出国做善事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危 本地年轻人出国做义工前如何装备自己 54岁的林莲西牧师 上个星期二在景浦寨一所学校服务时 在教师宿舍里被截杀 遭逮捕的疑犯是四名当时正为那所学校施工的建筑工人 据知学校正等待新校长和教师上任 而林牧师当时是前去暂待校长职务 事发的经过还在调查当中 林莲西的丈夫黄顺旺接受前线采访时 表达了对太太的深切怀念 出国做善事很多时候义工只想着如何完成任务 却不一定会想到周遭可能发生的危险 出国做义工 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呢 比如说要就去认识的认识的 比较熟悉的地方 有朋友在那边或者是 最好不要这样单独 最好是有朋友 我是觉得应该知道那边的情况 以及那边的安全到哪里 然后才觉得说要不要去 帮一些自己也像那种安全的那种防狼器啊 这些多注意一下周围的环境 看到好像事情不对 还是看到不认识的人 不要太靠近 要注意到我们队友的安全 对就确保整个队到了外国回来 也是整个团队一起回来 It's the way that you dress that's one thing probably so that you don't be too like you don't highlight yourself like make yourself stand out 新加坡人人家园总干事杨达明 有多年组团到国外贫困地区 修建住屋的经验 他鼓励有意出国当义工的国人 选择参加较有规模的 国际性慈善机构或人道组织所办的活动 国际性的话 它在各方面都会比较有周详的这种计划 例如说救急的这种安排 甚至于义工到底住在哪里 都要经过特别的挑选的一些地方 然后他的考量因素包括治安 包括交通的方便等等 然后如果有什么紧急事故的话 还有自身机的那一种 疏散的那种的交通工具等等 这一些东西比较国际性的 学生机构就会想到非常细 达明也指出 义工必须对当地文化有所认识 这样子来的话 就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新加坡人很多时候 我们对国外的这种文化情况的理解 其实是挺浅的 所以有些时候 如果你造成误会的话 你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这些事端 达明的女儿杨诗运 今年就读大学三年级 她从小就跟着父亲 在本地社区服务 19岁那年第一次自己到国外当义工 如今已到过柬埔寨 印度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她每次出国都会保持警惕 时刻遵守一些基本安保的原则 抵达后一两天我就会和朋友走来走去 观察我们周围的一切 然后就去找找最近的 最靠近的医生在哪里 诊所在哪里 如果机构有一个办公室 它的办公室是在哪里 所以如果我有什么需要 我知道要去哪里 我不会单独一个人走路 如果是晚上了就一定会 好像五六点就一定会回到我们住的宿舍 然后穿着方面 我就会尽量穿长裤跟长袖子的上衣 自己一个人不会特别走来走去 会一定要有朋友在一起 然后一定随时都会联络我的父母 还是联络我的朋友 跟他们讲我要去哪里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出国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我们父母在家里会担心 所以最好的是你给他们一个联络的号码 然后让他们认识机构的人 他们就比较会放心 仿生术教练秦韵权指出 在出国之前 除了要研究当地的文化背景之外 也要了解当地的治安状况 常见的犯罪类型 以及应该避免的地方 如果不幸遇上匪徒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 如果遇上强劫的事件的话 如果是只是为了钱 我们就会给 因为生命当然是比金钱重要 如果遇到有生命危险的状况下 我们会选择反抗 因为如果你不反抗的话 你会基本上就是没有机会生存 可是如果你反抗的话 至少你有机会逃脱 他认为除了出国的安全需之外 也应该懂得一些防身术 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就告诉我们的学员 要怎样提高警惕 要怎样说 观察周围的环境 让他们觉得 什么时候他们会被跟踪之类的 他们应该学会用一些 很基本的日常用品来防身 林延欣牧师的不幸遭遇 震惊了许多关心他的人 也给志工组织带来了反思 所以在关系的保障 我们可以放更多保障 保障 我们可以改造的标准 为有检测 我们已经做了这些年 1973 所以这不是什么 我们会停止 我们一定会继续做这些 我认为是自然 我感觉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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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feel their love are and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I am willing to forgive them and I have already forgiven them